那時候情人節的時候 妳抱著這一堆燕雲棒 然後跟我說 這是我本來要送妳的情人節禮物 對 然後我想說妳滿滿開心的期待的時候 我說欸有咧 但妳那時候這個臉就很苦了 因為妳就說 我本來要給妳這個禮物 但是因為這個什麼什麼指數的關係 所以它好像是子宮懷孕 那如果下禮拜一 去北一的時候 那被檢查出來的話 那指數還是這樣的話 那就有可能要人工流產 有時候會不會愁崩潰 對 然後我就直接安慰妳 所以在那個六日的時候呢 我們去拜拜 那依妳為呢我們就禮拜一 她也沒辦法陪我去嘛 然後是她的經紀人陪我去北一去做檢查 檢查完看那個數值的時候呢 她就說 妳的數值是正常的唷 我聽到當下 我真的眼淚真的快流出來 然後我們又再等了兩天 我們再做一次檢查就發現 是奇蹟發生的 嗯 就是寶寶是真的在的 Oh yes 我們兩個交往也長達了 嗯 六六年快第七年的時間了吧對不對 嗯一年六年快第七年 Yeah 但是呢我們從好像兩年前吧 我們就很努力的想要小baby 嗯哼 我們適合兩年多的時間 對 直到我們今年蜜月完之後才 登 中獎這樣子 沒錯 也是經過了蠻長的一段時間的耶 後來我們就認真的 聽了妳的好朋友就是KID的話 我們就去醫院 就是那個生殖診所 可以幫助大家就是可以 擁有新生命的一個地方 嗯 那 我想說我們試了那麼久 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然後我們就去檢查 結果檢查報告出來 好像沒有滿分又有98分 那就是一個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鼓勵啦 很特別的鼓勵 醫生當時候就給了我們一個時間 就是說希望到 2022年9月 對對到9月 我們那時候大概是四五月去了 反正大概有給我們 將近半年的時間 希望給我們自己 其實給我們時間蠻長的 對自然的懷孕 但然後反正就沒有嘛 反正我們就是去檢查 就沒有我就爛 對蠻爛 哈哈哈哈 Anyway 我們到9月份了 我們這個考卷是 直接就是不及格 沒有通過 然後我們也不敢去面對 就是醫生就覺得說 因為我這個人是非常有責任感的 考卷沒有考過我會難過 你知道嗎 好我就想說 好那算了 我們就放飛自我吧 我們就把這個 last no chance 放在我們的蜜月旅行的 這個機會想說 既然我是壓力過大 那我應該去旅行放鬆一下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 MARDI不是我夢想中的 就是蜜月的地點 所以就 孤注一擲 把這個機會就放在上面 然後呢 在蜜月旅行回來的時候 我們是1月30號去 2月9號回來 然後2月9號其實離 就是西洋情人節 2月14號很接近嘛 嗯 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去做驗運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 突然來的靈感 真的喔 很突然來的就是 那個靈感 超多汁的喔 超級無敵多 每一隻都兩條線 有錢驗了一隻之後呢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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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其之淡 然後 我想說 那我就再多買幾隻嘛 然後就變成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總共驗了七隻 驗運棒 七隻 都有兩條線 嗯 我才在差不多2月12號的時候 還出去是拔子 你這樣會被發現 1 2 3 4 5 6 不好意思我太緊張了 重點來了 但重點來了 就是這種東西 光是驗運棒 還是沒有辦法能夠 讓自己很放心嘛 因為如果說真的有新生命 在身體裡面孕育的話 還是去醫院檢查最準確 然後驗血絕對是最快速的 這時候我完全不知道的 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他還在外面 他還在工作 就很辛苦的 就日曬雨淋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 就是再回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考試院 就是我們的遺孕 然後 就檢查出來那個數值呢 就有點令人 沒那麼放心 就是數值檢查出來 是有懷孕 但是那個數值沒有高到 就是完完全全確定這件事情 所以我第一次去檢查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是 應該是11號 然後 就指數沒有很高 然後醫生就說 他有點擔心 然後第二次就是在隔兩天 我再去做檢查 就是那個HCG的那個指數 照道理來說 如果說是成功懷孕的話 他指數應該是要翻倍成長的 但是 我去驗了第二次之後呢 發現 沒有翻倍成長的 沒有翻倍成長的 對 所以這個醫生的時候說 然後醫生那個時候就 挺擔心的 就有 就是 憂愁的跟我說 他擔心這個Baby可能是 子宮外孕的這個情況 然後接下來他就告訴我說 如果真的是子宮外孕的話 應該要怎麼處理 那 基本上這小孩子就可能是 不是可能就是 留不住了嘛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危險的情況 就是要再去做更進一步的檢查 對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原本是想說在2月14號 那一天要給我老公一個驚喜 然後14號那天我禮物也沒有送出去嘛 我想說我要再去確認一下 然後我就再去驗了一次 就是發現 就是 那個指數沒有 還是沒有翻上去 所以他就建議我可能要到北溢去 可能要 處理接下來的事情 就是想說 該不會要等什麼 棋子發生吧之類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還跟我老公講說 欸我們的禮物遲到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是在期盼子 就是說我們在下次的 抽一些檢查的時候 會有好事情發生 那個指數會成長 你那時候情人節的時候 你抱著這一堆 煙韻棒 然後跟我說 這是我本來要送妳的情人節禮物 對 然後我想說 妳滿滿開心的期待的時候 我說欸有了 但你那時候這個臉就好哭了 對啊 因為妳就說 我本來要給妳這個禮物 但是因為這個什麼什麼指數的關係 所以它好像是子宮懷孕 那如果下禮拜一 去北溢的時候 那 被檢查出來的話 那指數還是這樣的話 那就有可能要人工流產了 因為 就會非常 對 Baby非常非常的 危險 對媽媽 非常非常的危險 對 那我 當下其實有一點點不知道 要說什麼 然後 但是看著妳 那非常非常難過 有時候會愁崩潰 對 那我就只能安慰妳 所以 在那個六日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 我們就想說 這時候我們什麼也不能做 我們什麼都做不了 因為醫生說 那可能如果 禮拜一有 奇蹟發生的話 可能就會OK這樣子 那時候機率當然很小 那我們當然就去 這時候人沒有辦法做的時候 我們就交給 老天爺 就是信仰 然後 我們去拜拜 土地公 我們去龍山寺走一走 那因為妳以為呢 我們就禮拜一 她也沒辦法陪我去嘛 然後是 是她的經紀人陪我去 北溢去做 檢查 然後是一個非常年輕 很帥氣的女神 嗯 然後 她幫我抽血 檢查完 看那個數值的時候呢 她就說 妳的數值是正常的唷 我聽到當下 我真的眼淚 真的快流出來 然後因為前期 就是胚胎其實是 非常非常非常小 基本上就是 比指甲片還小 那種會看不見的一種 所以你根本很難用 就是 陰道超音波去 找到它的存在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前面 就是 醫院的醫生會 有這樣子的判斷 是比較保險的判斷 對 可能因為剛好 妳發現的判斷 然後北溢的醫生會說 嗯 妳的數值看起來 是正常的 有翻上去了唷 那現在這樣的情況 陰道超音波 沒 還沒有照到那個 培胎很明確的 那個位置在哪裡 但沒有關係 就我們再等兩天 因為每一天每天 數值都會翻倍成長嘛 那我們再來去做 這個檢查 然後我們又再 等了兩天 我們再出去 做一次檢查就發現 是奇跡發生 就是 寶寶是真的在的 喔 耶 生態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的開心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回到了一開始 我們在醫院看的 那個王院長那一遍 然後希望可以就是有 最最最明確的那個答覆 然後因為我自己去了 去了幾次 然後因為有幾次妳沒有去 然後所以妳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是妳沒有聽到心跳聲 好 然後最後呢 她終於騰出時間 因為我覺得 必須在這種時刻 都要站著 幫妳站在這個 媽媽幫她旁邊 為她加油 你只是想要去聽心跳聲嗎 當然啦 不然我聽妳的心跳聲 現在我們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超音波 對 所以就可以看到她 希望她 經過兩個禮拜 還是經過很好 一定是漸漸很好 小貝比 我跟妳見面 小貝比 小貝比 好 小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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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之前是不是只有一點而已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是OK的嗎 嗨 百香褲齁 嗨 哇 他的心跳 感覺心跳蠻強大的 先生 先生 你怎麼在哭 沒有 這裡的風力是大 好可愛喔 心跳聲音很有力吧 很生氣吧 第一次聽到他的時候有哭嗎 有煩雷 那個時候的 很激動 因為我第一次來跟妳 對 很常見 上次應該還沒有這麼大的感覺 對啊 上次沒有那麼大聲耶 上次就是看到一點點 小小小小的 但也是 頭跟身體已經出現了 沒有了 之後一週一週就覺得心跳蚊 噢 聽到心跳聲真的是受不了 真的是崩潰自己 沒有啦 就是被洗雞而起 他給我躲在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布簾 後面這樣 現在想到還是覺得很開心 而且覺得還是很感動